下一題 下一題 看起來有計算題啊 什麼0到3秒平均速度啊 3到4秒平均速度啊 但這種計算都很簡單 花多少時間走到位影 那 有的是根本就不用算的 比如說0到3秒做等速度啊 看圖就知道有沒有做等速度了 請問你 這樣的圖形所顯示的 誰是對的 這樣圖形所顯示的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找女生是嗎 找女生嗎 女生 你們班有14號嗎 沒有 7 7 Lucky 7 7號 誰是對的 A是對的 請坐 答正確答案A 跟選項C 我們等一下來處理 等一下來處理 3到4秒的圖形是平的 平的 我們前面講過平的線代表什麼意思 Alt圖平的線代表是靜止 他的速度是0 所以 然後0到3秒 0到3秒 他不是直線啊 Al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 他是彎的 他不是直線 所以他沒有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他是錯的 OK 那我們現在解決我們的正確答案 0到3秒 跟我們的那個 C選項 來 第一個問題 怎麼計算0到3秒的平均速度 第二個問題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0 他說是0是錯的嘛 對不對 他說是0是錯的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0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0 來 第一個問題 你怎麼算出來的 你不是要領問答案 答案已經有了 你告訴我你怎麼算 你告訴我你怎麼算 答案已經有了 不用你告訴我答案了 你告訴我怎麼算 23號 23號 誰啊 撐呢 怎麼算 他是正確答案 所以答案已經有了 我要的是你怎麼算 多少 3除以3 哪來的3跟3啊 正確說你講的是錯的 速度用的不是距離 請坐 速度用的是位移 花多少時間有多大位移 出時間出位置 墨時間墨位置 墨時間減出時間 墨位置減出位置 把帶進去 計時開始0位置在0 計時結束3位置在3 所以呢 會移就是3 實驗是3 所以答案是1 解決 第二個 你怎麼知道0秒的時候不是0 他說0錯 有一個學生的錯誤 是說因為他有尾巴 錯 如果尾巴長這樣 他就是0 他就是0 所以不是因為他有個尾巴 有人說因為我有個尾巴 我後面還有東西 所以他就是0 不是 他就不是你 不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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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說一次 Keyword S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叫平均 切線叫順時 直線越斜代表速度 越大 這樣解決 來你怎麼知道他不是0 怎麼知道他不是0 可愛小女生 你們班應該有13號 姓同學對不對 幾例 你怎麼知道他 不是0 他們都喜歡講IDK I don't know 你可以講I will give a shit 不會 請坐 HQ圖做切線 切線是順時 所以你在原點 要做切線 就代表原點的 順時速度 這個是不是平的 不是 表示有沒有速度 有 所以就不是0 不是0 我剛剛跟你講 不是我有尾巴 就不是0 如果你的尾巴長這樣 你的切線是平的 你就是0了 你懂嗎 你就是0了 所以不是因為有尾巴 所以他就不是0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 OK嗎 可以嗎 有人問問題嗎 沒有 很好